摩西娶了古时女子为妻,米利安和亚伦,因他所娶的古时女子,就毁谤他,说。 难道耶和华丹女摩西说话,不也跟我们说话吗? 这话,耶和华听见了。 摩西为人极其谦和,胜过世上的众人。 耶和华忽然对摩西、亚伦、米利安说。 你们三个人都出来到会幕这里,他们三个人就出来。 耶和华在云柱中降临,站在会幕门口,找亚伦和米利安,两个人出来了。 耶和华说,你们且听我的话,你们中间若有先知,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, 在梦中和他说话。 我的仆人摩西不是这样,他是在我全家尽忠的。 我要跟他面对面说话,是明说,不用谜语,并且他必见我的形象。 你们毁谈我的仆人摩西,为什么不惧怕呢? 耶和华就向他们两个人发怒而去,云彩从会幕上挪开了。 突然,米利安长出了大麻风,有雪那么白。 亚伦一看米利安长了大麻风,就对摩西说, 我主啊,求你不要因我们的愚昧犯罪,就将这罪加在我们身上。 求你不要使他像那出母妇肉以半烂的死胎。 于是摩西哀求耶和华说, 神啊,求你医治他。 耶和华对摩西说, 他父亲若往他脸上吐唾沫, 他难道不蒙修七天吗? 现在,要把他在营外观索七天, 然后才可以领他进来。 于是,把米利安关锁在营外七天, 百姓没有启程, 一直等到把米利安领进营来。 以后,百姓从哈喜路起行, 在巴兰旷野安营。 准备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